今天互動民調的問題是 特首選舉應該有多少個候選人參與 觀眾可以用遙控器的1鈴鍵或空鍵去投票 紅色代表2至4名 綠色代表5至7名 藍色代表8至10名 黃色代表不應該限制人數 投票結果會在明早的時事傳方位節目事件中公布及分析 上星期五的互動民調的問題是 你有信心17年能夠普選特首嗎 充滿信心的14% 信心不大17% 沒有信心的66% 不知道3% 我們今早收到觀眾的電話很悲觀 負能量爆燈 看來民調負能量指數也不差 因為大家看不到出路 甚麼是出路呢 就是如果框架 好像飛哥 不是我們李鵬飛 沒有了個彭字 更加厲害 叫做李飛 李飛主任如果說的東西是真的這樣的話 甚麼都不用談的話 那個框架其實都很清晰的 就是那個鳥籠就做好了 那如果 現在為甚麼那些人討論 或者打電話來的朋友在那裡吵呢 就是說你沒有理由 無論泛民也好 建制也好 就在那個鳥籠裡面談 就不談 就不會跳出那個盒 跳出那個鳥籠去說 其實你在建一個鳥籠 如果你建一個鳥籠 I'm sorry 就不肯 就不是的 現在大家就放在鳥籠裡面談 那你那個討論就其實失焦 那就不行了 因為你第一件事 你不拆走那個籠 你的思想就沒有得海闊天空 搞個創意工業 剛剛遲些都會 遲些在香港都會搞個論壇 就創意論壇都說了 那個Richard Florida 搞開創意產業的人都說了 創意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要把盒子跳出去 現在給你一個鳥籠 大家在鳥籠裡談 就有個結論 就必然是一個篩選的機制 很快就市民會清醒的 喂 篩選啊 大佬 那做什麼 就會逼一些議員投反對票 最後就原地踏步 所以一定要想 什麼為之一念之差 就是實際上 當如果北京願意不篩選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都談到的 怎麼為之不篩選呢 你可以十分一 二分一都好 或者最後怎樣都好 只要你的心不是想篩選 或者你的心不是想自己熟意的人 透過一個程序去做特首的話 那你就基本上很容易搞的 因為你會海闊天空 什麼都談到 但是如果你的心是熟意 就是我很希望最後的結果 是某一個人要做特首 只不過有一件事的程序叫普選的話 就是你基本上 你在設計的方案 你就會道道閘 就越整越厚的 那道道閘越整越厚的話 正常人都看到了 喂 你為什麼要做十度閘 那就是你騙人的 當你要騙人的時候 市民反彈很大 你那五票泛民就不會走過去支持方案的 那就原地踏步 其實真是一念之差 視乎北京的有關方面 覺得是不是真的要篩選 在你眼中 是不是重要到一個地步 一定要切關卡 切到它完全滴水不漏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不用談 這個負面的印象也反映在這裡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趨勢 你是想不斷加襲 當然是這樣 所以這些負能量那麼多有道理 李菲主任也挺厲害的 他一來到香港 整個足球場畫了一條街 大家就在那個街上踢球 那豈不是很乖 實際上就是 不過你知道 踢球很厲害的人 好像簡東拿一樣 一腳伸進招牌那裡 他踢得不開心 伸進人那裡 對 跟旁邊有說髒話 他就跟著說髒話罵人 停賽十幾場而已 但現實上 這個政治正正顯示了 球場踢球是需要有一種熱情 不是說球場跟著規矩做 你一定要做的 很生氣 球員都是人 被人罵得這麼厲害 人之常情 不踢招牌 不開心 發洩不到那道氣 但結論就是 他都會被罰停賽 就是說其實有規矩 但如果規矩是不公道 球證吹黑哨 哪有人願意踢 香港出不了簡東拿 是呀 出了很多不知什麼人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早再見 拜拜 拜拜